走在吉隆坡敬斯堂 仿佛昼路时光隧道 石影展的每一张照片 都是摄影大师阮毅宗心疏 随时寻角的内容 吸引不少摄影爱好者前来 当你心里展看照片的时候 你都会感觉到它是在 你好像自身在现场的感觉 拍出来的东西都是 当场你们所见到的东西 石影展浪会中透过照片 看见正眼法师的慈悲与智慧 而阮毅宗夫妇也首次来到马来西亚 跟惠众分享随时的点点滴滴 集会难得现场坐无虚席 摄影讲求分秒毕正 随时寻角多年 卵役中利用镜头 将慈悸发生的事化作永恒记录 我们帮没有机会认识慈悸 没有机会了解上年的社会人士 终于有一个最好的了解的管道 随时寻角书中的内容 是持之以恒 累积的成果 负责文字的是 阮役中的妻子袁瑶瑶 如果抱着是修行的角度来看的话 每一次都是绝对的 每一次都是必须的 一千遍一万遍都是必须的 台上的分享没有人场 现场挤书云用手语 为听障的弟弟转述 让他也能在讲座中有所所获 因为他们聪雅 他们是看东西很直接的 希望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里面 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也有九仰阮役中的粉丝 带着珍藏来跟老师分享 被信任坚持 而你成为一个将 一个将司机以后 你会拍你所拍的东西 所要的东西 讲座后 惠众满心欢喜的 带着随时行脚回家 带新闻 黄威瑜 林延军 林启斌 马来西亚报道